万点火光从天而降摧毁乌克兰阿瓦迪卡夫城夜晚的宁静 这是名副其实的炸弹雨 乌克兰国防部在推特上写道 阿瓦迪卡夫宛若天崩地裂 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助长俄军胜利 近日来乌克兰境内多处受到俄军使用极数炸弹攻击 这款炸弹的特点是大量的使用小炸弹密集轰炸 其中俄军使用的300毫米Smerch极数火箭炮 可以在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发射72枚子弹 在设计上因为是一量取胜所以无法精准轰炸 如果在大片区域投下可能会有卫爆弹残留 形成地雷让民众活在风险之中 根据CNN报道 在乌俄战争期间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阶层使用极数炸弹攻击 但俄军是更频繁的针对平民目标 如公园、诊所、文化中心投地极数炸弹 为此乌克兰一直希望美方可以支援他们极数炸弹 乌克兰议员刚查兰科认为 俄罗斯广泛使用这种旧式野蛮的极数炸弹对付乌克兰 对受害者来说完全有权使用相同方式来对付俄罗斯 此外刚查兰科也强调 美军援助极数炸弹将整整改变战场上的局势 乌克兰可以更快结束战争 不过根据CNN报道 美军火库存持续降低 白宫也正在考虑乌克兰的请求 但拜登并没有将这个选项视为最后手段 毕竟仍顾虑极数炸弹对平民带来的风险 况且国际间存在极数炸弹公约 有110个国家禁用这种武器 美国虽然没有加入公约 但国会也有相关限制极数炸弹调动的规定 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无法证明交付极数炸弹的合理性 记者萧群云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